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师为您带来的DOTA 2的全新第一视角系列啊 我想了想还是给大家做这么一个系列 对吧 第一视角系列 什么系列呢 不要学系列 是吧 这个系列呢 我会给大家尽可能的去挑选一些非常规位 非常规打法 非常规的这个分路 那非常规的出装等等等等东西 那么给大家来做一些这种拓宽大家思路的游戏思路的一些第一视角 当然了 有很多不玩DOTA 2 现在已经不玩DOTA 2的朋友 那么拿这些视频呢 用来当做一个 对吧 当做一个这个非常开心的这个娱乐项目 都也是更加的合适啊 所以这个系列呢 大家就是那些热 热衷于抬杠的朋友们 就不用给我抬杠了 因为这个系列呢 咱们就是看着乐 对吧 看着好玩 当然了 也不会给大家去挑选那种就是中低分段的那种比赛 还是会给大家去挑选这种高分段的比赛 因为在高分段能够拿出一些非常规的套路出来 并且打出很好的效果的东西 往往它其中还是蕴含一些道理的啊 比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就是来自于一个中单的冰女 对吧 冰女这个英雄前一段时间我也是在给大家 在这个直播比赛推荐过 这个英雄其实现在是可以上场的 这个英雄作为一个辅助位的话 他其实是可以上场的 那么这个英雄在顶分局的胜率是多少呢 他在顶分局的辅助位胜率大概就是个50% 50%属于是一个无中无过的这么一个胜率 当然在比赛当中呢 大家为了去追求一个 这个高胜率 或者是说尽可能提高自己获胜的概率 那么会选择一些版本强势的英雄啊 绝活类的英雄啊 等等 但是这些呢 就无所谓了 对吧 我们就不去纠结这个东西了 因为我们不去打比赛 我们就是玩游戏娱乐一下就可以了 对吧 这场比赛对线对方终端的是一个Tinker 对吧 按理说这个冰女打Tinker 怎么看怎么都不好打 对吧 因为冰女这英雄前期也是一个攻击力齐低的英雄 大家可以看到他出门带了一个树枝 一个头环 一个斗篷 然后再加上一个仙灵火 他的攻击力才达到了55点 也就是说如果不加这些东西的话 他就是40多点的一个技术攻击力 非常的低 然后呢 攻击的抬手非常的慢 攻击的弹道非常的慢 然后呢 这个攻击距离呢 虽然是有600一点 这个600的攻击距离 但是其他的属性各方面呢 其实都是不如对方Tinker的 那么这块二级选择加的是一个光环 一级选择加的是冰霜新星 然后二级加光环 那冰女这个英雄我在最近给大家找素材 其实我是想给大家去找这个酱油味的素材的啊 那么也是希望能够去找到一些酱油味素材 然后我突然间转念一想 对吧 现在这个看视频去学的人可能数量上要少一些 那么不如给大家去整些活 对吧 整些活给大家来看一看这种非常规位的 然后于是我就去找了一下其他的位置 原本我想找个看看有没有人玩大哥位的冰女 加工具天赋的一种 哎呦 这个地方的血量压得很残啊 但是大家注意到这个冰女就是不走啊 也是 就是不走 就这一丝血就在这儿浪 甚至还要反补掉一个远程兵 然后还正补了一个远程兵 反补了一个远程兵 就剩了这一点点的血 然后呢吃一棵树继续在线上了 这里再给你一个减速 然后再给你一个瓶 哎呦 就在这儿不停的调戏你 啊 就在这个地方不停的去调戏你 因为这个一看就是知道对方的听儿 这应该也是自己可能也是个老听儿 啊 知道听儿的这个视法距离大概是什么样 这里再给你一个兵 哎呦 吃千灵火 顶掉你的导弹和这个激光 不让你瞄我 然后呢 现在他的小鸡正在给他运瓶子 然后我就不走 我就不着急 我再给你一个冰状兵 对方这里也是利用心灵火去顶掉了一个冰状兵的伤害 两个人也是在这个地方在进行不断的一个互相的拉扯 极限的一个拉扯和消耗 两边都是走错一步就要被对方单杀的命运 那么看看最后这一波 哦 对方先拿到了瓶子 冰女赶紧往回跑 去迎接一下自己的小鸡 自己的小鸡过来把瓶子运到手以后呢 我这里先喝一口 然后再喝一口 你还想控服 我先给上你一个减速 然后一个冰封紧致 我一个反补神服追着你就是一顿 A 这个时候你打不过我啦 哎 漂亮 这波冰女在中路是把对方的这个听客完美的 完实现了一个非常非常秀的一波反杀 刚才一度他的血量只有一丝血 就是对方一个平A就会写的死的血量 然后就是不回家 就是不回家 然后我就是不在这儿套着你 然后硬生生是让他磨出来了一个单杀对方听个儿的机会 这里再控到一发圣水神服 那么人头数现在暂时是1比0 那哎 刚说完就1比1了 是吧 刚说完就1比1了 对方这样比赛的阵容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三号位的大屁股 大哥位的优鬼 中单的是一个听客 四五号位是天安木克加上老陈 而本方的阵容 大哥位放的是一个TA 三号位的小小四五号位呢 是狮王和小Y 两边的阵容啊 整体来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中单兵女挡不上的话 其实是一个很正规的 中规争矩的这种 偏向于比赛的这种阵容啊 这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比赛向的一个阵容 然后顺带一提呢 就是有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啊 特定情况下有一些英雄 他是在对方没有什么能够处理你的方法的时候 是真的强的有点离谱 这样的素材我也有 如果大家能够点赞投币过10个 是吧 我会给大家更新那一期 但是实际上作为路人局来说 尤其是普通玩家的路人局来说的话 我们更加考验的并不是阵容啊 90%我们其实考验的还是你自己这个玩家的基本功 和对于游戏的理解 因此有的时候一些非常规的 分位 只要你的理解比别人更深 你的这个游戏的实力和对于 游戏的一些操作的基础比对方更好 那么你就是可以打出来优势 只有在两个人的实力极端接近的情况下 那么才会体现出来这个阵容上面带来的一些优势 与之比较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看很多比赛的 队伍的比赛的时候 我经常也会说 我说这两个队伍虽然说某一支队伍啊 其中A队伍的这个阵容好一些 但是仍然整体 看好B队伍 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在实力上面还有差距 路人居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 诶 这个要死了 嘿嘿嘿嘿 这个Tinker要死了 这个Tinker完全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 就是冰女的大招 其实是全DOTA2最变态的伤害技能 甚至可以没有之一 甚至可以没有之一 这个技能的伤害是可以召唤100次的冰晶爆轰的 100次的冰晶爆轰 而且在后面有几个版本当中 对于冰女这个英雄是极大的加强了她在开大招的时候的一个硬度 可以加很高很高很高的一个护甲 而且呢 是会给敌人去降低 就是会造成极大的一个伤害 每一发的这个伤害好像是100多吧 我记得 105 然后她会召唤100颗流星下来 这100颗流星当然不可能每一发都打到对方一个英雄身上 但是即便如此 这个技能的总伤害数值也是非常离谱的 一旦你走位出现了失误 让对方有一个机会用这个大招砸到你的头上的时候 那么你再想跑就来不及了 这个地方对方的Tinker又是想去控服 有常年被压的没有刀6啊也是 一直被压的没有刀6 主要是因为冰女那一波的单杀 再加上刚才自己的小Y非常聪明的卡这个Tinker到6级之前 过来去骚扰了一下 那成功的连续击杀了对方Tinker三次 那么这波对方的Tinker扛不住了 这波冰女身上的大招CD已经是又赚好了 又赚好了 光环啊 冰女的这个光环也是可以 在现在这个版本当中其实也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技能 非常非常好用 那么这样比赛在出装方面的话 这个中单的冰女她选择做的是一个点金手 为了来保证自己的经济 当然我还是一句话 咱们既然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不要学系列 对吧 那么我就不给大家去解释或者是说说什么 应该出什么哪些装备更好或者更加的合理 或者更加不容易被你的这个队友去吐槽啊去喷啊等等 我们就不考虑这些了 我们就是单纯的就看她怎么出 咱们就怎么开心就完事了 这块冰女手里有十根木棒吃掉 这个冰女绕过来的这个方向 哎呦这个老陈你居然还不知死活的敢回头啊 小外过来以后一个平安一个垫直接拿到这个人头 那么这样冰女在线上再补到一个刀 再用点金点一个金战兵 这个位置她选择去点金战兵 而没有选择去点大野怪的原因非常简单 但因为她懒得去 她没有鞋 她没有鞋 所以她走到野区的时间会过长 因此线上赶紧把这个刀补了 是最划算的 然后这块冰女现在手里面在有点金手以后 攻击速度明显也是快了不少 这里再把大模拔做出来 然后再准备去买一双鞋 那至于冰女这个英雄打中单位 到底应该出什么装备 大家不用纠结是吧 不用纠结 我也不会去给大家什么建议 因为冰女这个英雄 如果你想拿她打中单的话 你一定是要建立在对这个英雄和对其他的英雄 有非常深入的一个了解的情况下 你这么玩她才有价值 否则的话是没有价值的 因为这个英雄她有一些硬伤 就是太容易死了 给你一个冰封禁止 没中可惜了 这个冰封禁止 大家注意看其实她已经生效了 她其实已经生效了 但是可能时间卡的过分的极限了 对方还是直接回去了 那么这波没有留住对手不要紧 我先把你这个中路的兵线推一推 把中路一塔的血量摸一摸 顺便再反补一个远程兵 让我们来看一下经济情况 目前冰女的经济是4400块11领先 对方中单的Tinker 那么队友这边TA和对方大屁股是持平 小小跟幽鬼也是持平 话说小小跟幽鬼的经济持平的话 嘿嘿嘿嘿你好呀 还想走给你一个减速 再给一个冰封禁止 直接摇大招 甚至还用自己的一技能抢了对方一个远古眼 对对方的Tinker完成了一波单杀 欺负这种没有打断技的英雄的时候 冰女的冰封禁止 高等级的冰封禁止加大招 这个人是真的很绝望 顺带一提的是冰女的大招 其实被加强过不止一次 不止一次 并不是说她只加强过这个大招的时候 加护甲这一个点 其实冰女的大招还加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她的这个流星 或者说她的那个冰片 她那个冰片冰雹掉下来的这个方式也改过 也被加强过 因此冰女这个英雄的伤害 就是以前有的时候会出现冰女这个大招放出来以后 半天砸不着人这种情况 但是现在的已经基本上没有这种情况出现了 所以这个大招变成了一个非常可靠的AOE伤害 加点方面的话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其实现在不管你打酱油位还是打大哥位 打这种中单或者是三号位 这个加点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去煮一二技能 至于什么时候补以及光环这个见仁见智 或者说根据你自己的使用习惯 并不是特别的重要 这也是个特别的重要 这个时候冰女身上是一个挂架 一个点金手 一个鞋 一个瓶 然后一个大摩瓣 这里看一下铁过来 然后给上一下冰封禁止定住 铁一顿输出 这个人头最后 还想走 我直接一个冰封禁止把你带走 直接一个挪我 对冰霜新星把你带走 冰封禁止是二技能 话说冰女这个技能确实是 名字都有点长 这个时候水晶世纪的冰女这边下一个装备 准备做的就是BKB 那关于这种主力位的冰女的话 她的核心装是三件 核心装有三件 其实准确的说是四件 但是好在这四件都不是特别的贵 那么A账是一个必备品 BKB是一个必备品 这俩是最贵的 那每个都是四千块钱的一个装备 A账和BKB这两个为什么是核心装 其实A账的这个优先级 都可以往下放一放 就是你可以稍微晚一点出 BKB是一定要第一个出的 因为冰女拿到BKB加魔精以后 她就已经是一个特别变态的团战输出点了 你在开启BKB以后 对方如果没有无视魔免控的话 没有办法去打断你的大招 而在你拿到魔精以后 你可以开着大招一边开着打一边走 对吧一边开着打一边走 然后这个时候本身你都非常的结实 对方又没有办法去打断你 然后你的这个大招又会有极高的一个伤害 和一些很不错的附加效果 看下这波过来以后 我直接减速摇大 这个小小有点尴尬 这个小小直接一个投掣 打断了自己队友冰女的大招 这个就很难受了 哎呦这个 这波团战真的是好难受啊 这个内奸级的小小啊 这些雪星士女刚刚过来 结果被队友的小小直接给投掣了一下 也是非常的憋血 而且 这波由于对方有一个老陈 好多的召唤生物 和一个天安默科的墨语 冰女这波落地 明明是一个完美的支援 和完美的大招放大的位置 结果是被对方给反杀掉了 有点可惜 对方的这个天安默科 居然是藏在了一个非常小的视野的角落 但是这个地方你想回头去炸晕 对召唤就想的稍微有点多了 小歪里跑不掉了 被对方的防御塔和装饰生物给带走 那么冰女复活之后 复活之后 现在身上的这个BKB 做出来了大概一半多一点 魔精加BKB的这个冰女 如果你在15分钟的时候 或者16 7分钟的时候 能拿到魔精加BKB这两件套 那么团战的时候 你将会成为一个无比可怕的一个 AOE的存在 就在A帐加BKB的这个时间里面 冰女的 不是A帐加BKB BKB加魔精的这段时间里面 冰女在团战当中的威胁 甚至大于一个BKB的谜团 因为谜团的那个大招 它主要的工作是来提供一个控制 它的伤害虽然有 但并没有那么的离谱 而冰女这个魔精加BKB 在团战的时候 她可以一边走着 然后一边去拿大招砸你 这个就很要命了 这个时候冰女在用自己的魔精 在用自己的冰空禁制 不断的去帮着自己刷钱 其实这个时候你说刷钱用冰空禁制 还是用一技能冰霜猩猩 主要是看数量 两个以下或两个或两个以下的单位 肯定是冰空禁制 人多了以后就是一技能冰霜猩猩 需要注意的是冰女的一技能的伤害 她的伤害是不足以两下秒掉一波冰线的 因此你在使用这个进行刷钱的时候 在清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给这个近战兵先补个刀 或者说你先给一下 然后给每一个近战兵垫一个刀 然后再给第二下 这样的话是比较合理的一个选择 对方这个销兽 然后至于这个销兽的话 大家也注意一下 销兽的这个等级是5级 2技能冰空禁制 现在是对6级以下的普通单位 十方单产生十秒的持续时间 这个其实我已经记不住是什么版本改的了 我记得以前是对所有的这个非英雄单位 都是有十秒的一个持续时间 具体什么时间改的我已经记不住了 这个时候冰女呢 这个PKV其实快出了 这波不应该来 这个冰女还是来了 这波其实是不该来的 讲道理是不该来的 这个地方冰女露头 对方这有视野很尴尬 那没了 那这波没了 对方直接一个木勇的野怪 跟上来以后这个冰女是跑不掉的 这样的话冰女连死两次 人头数来到了6杀2死2助攻 原本是一次没死 结果下路被自己的内奸小小给制裁了一波 然后这波呢是一波不该来 这个是我 我在很多比赛直播和这个第一视角里面 一直在强调的一个最最最最最不应该学的一个节奏 就是卡自己的搭架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冰女明明是全场经济第一 但是由于他的BKB就差200块钱 刚才就可以做出来 然后他没有去把这个BKB做出来 也就是说你身上实际上是捏着大概4000块钱没有用的装备 就是你虽然有8000的总经济 但是你的实际作战装备只有4000块钱 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是最最最不应该出现的 也是我个人最抵制的一种参团行为 不要去卡自己的大件 特别是BKB这种关键大件 一定不要卡 安心的把这个BKB刷出来以后 你再去参这个团是最好的选择 刚才这波如果他有BKB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对吧 你要有一个BKB的话 你直接一个NO1一个减速 你开始BKB 甚至可能能反杀对方两个人 所以这一波是稍微有一点点可惜的 打完这波以后呢 冰女这里身上的BKB已经有了 有了BKB之后 对于冰女而言 还有一个关键装 就是跳刀 BKB 魔精 A杖 跳刀 这4件装备 对于冰女来说 是4件关键的质变装 这个里边每一件装备的作用 BKB不用多说了 可以让你踏着湿的把它放完 魔精可以让你放着你的这个大招 一边一边放一边走 而且冰暴总数还能再提升20% A杖的效果 它是一个 在你必须啊 A杖必须要在你拥有的跳刀之后再去 诶 这个地方对方这两个人 应该是走不掉了 这里给上一个减速 然后又被对方给了一个缠绕 我再往前追一下 看下对方的大屁股 这个地方大屁股我不管了 我先去杀你前排 好 这个地方你敢落 你敢落 你敢落 你就死定了 我直接BKB开起来 一个大招按上去 那小Y再拉住你的这个Tinker Tinker被带走了以后 我这里 队友再往前追 一个Noah 直接秒掉对手的老陈 这波团战冰女 是一个人打出了个3450点的输出 这个Tinker居然敢落 是我没想到的 应该是没看冰女的装备 他如果看了冰女的装备 发现这个冰女身上是有BKB的 那他肯定是不会落的 落下来是必死的这个位置 所以应该是没看 那这个时候冰女身上的装备的话 就已经是来到了BKB 加点金手 加1500的存款 中立装备拿的是一个金晶片 增加一点自己的尸把距离 至于回蓝的话冰女不需要 冰女不需要 他现在已经满机光环了 然后天赋方面的话 一层天赋在这个地方呢 一般我个人是 其实我个人更推荐的是 加右侧的250点生命 因为125的冰霜星星范围 对于冰女的整体提升 并没有那么巨大 看这里有一个对方的小U鬼 减速给上 冰封禁制给上 U鬼这里直接选择开大船 但是你在船的时候 如果你是被冰封禁制的状态的话 不管你船到哪儿 你身上还是都会挂着这个冰封禁制的一个状态的 你还不想走 好家伙 再给你冰封禁制 把你冻住这次没大招了吧 那狮王过来给输出 对方的老前一救 那你就 这边小Y直接给打了 那这样的话冰女可以省力大 这边BKB开起来 为了防止对方有人过来去反打 而且后白看到了对方的一个天安博客 我先给上你一套输出 直接冻死 当然没有蓝放大招 现在暂时 不过手里有16个模范 这个大招也是随时想放就可以放 看看小小这里一发山崩 这堆小僵尸有点尴尬 这个小僵尸有点尴尬 不太好追 打完这波以后冰女直接选择一张TP 来到上路 把这个冰线守一守 然后顺便打一打钱 看一下自己的下一个装备 是直接去把挑刀拿出来 还是说我先去买一个魔精 这两个都可以 其实是都可以的 尤其是这场比赛 对方有一个听个儿的钱 这个情况下 那么这个跳刀就更加是一个必备品 只不过由于对方有一个优鬼 所以跳刀的使用起来 会稍微有一点点在团战的时候容易卡手 但是这个就体现出来冰女 她魔精的一个优势了 哪怕就是我跳刀第一时间没有挑过去 我大招开刺了 但是由于我大招持续时间足够长 所以我仍然可以去开着魔精 靠魔精的这个并不快的移速 那么想办法去靠近一下战场 这里一个减速 一个兵 走过来直接摇大 你可以看到这个伤害其实还是非常离谱的 对方的这个老陈要知道 他可是开了大招开了没啃 这种情况下 我BKB直接开起来 往回撤 给你一个减速接着跑 那队友直接一张TP亮到了前哨战这里 对方的优鬼再加上老陈两个人 再看到对方那个冰女想杀也没有成功 因为毕竟这个冰女身上有一个BKB 一般来说真的啊 我个人还是推荐时机的天赋点右侧的这个250点生命 250点生命的价值太高了 你知道吧太高了 相当于1000块钱的一个活力之球啊 加250点生命 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天赋 等于10级都是白白送了你1000块钱 还不占你的格子 其实性价比超级高 但是有些观众会说了 这么算的话呢 毛毛帽岂不是 他要按毛毛帽算的话 岂不是就相当于500块钱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但由于他不占格子呀 毕竟对吧 不占格子这个东西还是很有用的 那左侧的这个冰高猩猩这个天赋 我自己在玩冰女的时候 如果是加速模式 或者是这个跟朋友一起的娱乐局 我会选择点左侧的这个加范围 因为娱乐局嘛 不是那么的功力 对吧 不求飞里说我一定要去如何如何 对方的这个优鬼过来 直接奔身 想强杀 那我冰女开启BKB 如果这个时候这个优鬼还不走 继续跟他硬打的话呢 有可能这个优鬼会被打死 因为冰女刚才的大招C里只差一秒钟了 这边优鬼传回去以后被自己的队友反杀 那冰女这个时候赶不到正面战场那个位置 因为他刚才是TP上来的 TP上来的话 他现在没有TP 也没办法快速的去支援到下路 只能是拿两条腿去走 他是冰女的一个英雄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对吧 有一双鞋的情况下 疑速只有320 甚至没有一些英雄 没有鞋走得快 诶 这个比方一个死穴 绝大漂亮 这个时候这个左侧天赋管用了 这个如果没点左侧天赋的话 应该是冰不到对方大屁股 这个左侧天赋在这波上面是起了一点点作用 这个时候冰女来到下路 把对方的这个眼给他拔一下 现在已经有魔精了 注意一下 他刚才是买了魔精 我没来得及说 那跳刀BKB魔精的冰女 目前就会成为场上最恐怖的输出 没有之一 注意没有之一 这个时候的冰女三级大招的 加魔精加跳刀加BKB的这个效果 团战的效果到底有多恐怖 待会大家在下一波团战当中 就可以一探究竟 是吧 换了这几家装备以后 再下一个准备出的就是A杖 那A杖这个东西一定是要在你有了跳刀BKB加魔精之后 他才能够体现他真正的价值 所以不要早出 他的A杖早出没有用 然后看着对方的大屁股 你还不往回走 那我这小Y跳过来先手一个羊 接上一个拉 冰女过来给上一个能 然后再接上一个冰冰军阵 这我先往回撤一下 因为知道大屁股在这肯定是后面有人在蹲的 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大屁股单人在这守线 然后地团其他的人都在跑一圈 这个是不可能的 这边冰女在找机会等自己跳到CD赚好 然后跳过来给了一个简单说 对方的老陈居然没有追 这个有点尴尬没有找到对手 没有找到的话 那么先不要着急 先把自己保证在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 看了一下 Tinker在上路这个位置 然后猜了一下对方 应该是在上面 一个NOS 一个NOS 打到NICE BKB大招开起来 直接单杀掉对方的一个Tinker 这个Tinker 这一波也是毫无办法 可以看到这个冰女去单杀这个Tinker的速度有多快 一个NOS 一个冰冲进制 然后开着自己的大招 开着自己的BKB直接顶上去 就把对方给踏走了 这个地方 对方的优鬼 还想过来暗算这个冰女 优鬼手里有大招 现在没有大招 现在没有大招 那么再给上一个减速 冰女的这个跳刀啊 也是CD时间有点长 诶 这个地方给上一个减速 NICE 对方这个B开始瞎传 开始到处瞎传 传传传了半天 传到中路去找 找队友的这个狮王 狮王这里给上他一鞭子 被对方给了一个散尸 但是我这里再继续追 追到前面我一拳头 我再给你一个吸力量 一个伏朽将对方带走 那么这块冰女过来去 碰到了一个神符 诶 下路这里 队友找到了大屁股 冰女过来给上一把减速 然后大屁股这里想要TP 我还有羊 羊柱以后TA上来 开始给出锅 那么冰女的下一个能王 我K一个人头 非常专业啊 可以看得到对方 队友的这个狮王 其实也想K这个人头 但是他没有成功 他没有抢过这个冰女 没有抢过冰女的话 最后这个冰女 还是把人头收入当中 现在人头数是38比29 团队经济方面的话 领先了一万块了 这场比赛 从这个团队经济来看的话 其实对方还是一度反超过的 因为毕竟对方 听而加优鬼的这个阵容 你真的让他把这个团队经济 反超了的话 这场比赛其实并不容易拉回来 但是好在冰女在联死两次以后呢 这个大脑清醒了 对吧 一下清醒过来了 不能浪 不能浪 赶紧先把BKB做出来 然后赶紧去把自己的魔精买出来 赶紧把跳刀拿到手 然后我再去打架 把这个比赛的节奏先给他稳住 另外就是几次开BKB逃生 就是在对方的优鬼过来追自己的时候 开BKB逃生方面也是丝毫没有犹豫 这个其实很重要 这关又打起来了 冰女赶紧往战场上赶 腿太短 冰女的英雄真的是腿太短 其实也就是这个英雄需要的装备有点多 要不然的话出个飞鞋 真的很适合冰女这个英雄 这关冰女在赶过来以后 我们看一下正面团战现在好像还是一个接近残局的状态 呦 一个小可爱 哎呦和你还不走呢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跳刀过来BKB开大 直接完成一波双杀 对方这里还有个大屁股 一个no没来得及用 这个地方没有来得及K到这个人头 但是瞬间完成了一波双杀 队友的TA这波也打了一个双杀 对方的听客选择买活 看一下这波输出 这个冰女就跳进来放了一个大的功夫 她就打了5000多的输出 你可以想象这个英雄她这个团战AOE的爆发有多可怕 而且我知道她刚才砸死的其中之一可是对方的幽鬼 这可是一个幽鬼 就正在带有着高 非常高的一个减伤的情况下 就这么轻松松的被冰女就给砸死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看了一下对方的听客买活 几方的这个阵容的话 上高还行 讲道理还行 所以中国这边还是拆了 拆了以后呢往回撤一下 看一下清一清对方家里面的野怪 顺带一提的是冰女这个英雄她的一技能 这个其实减速效果非常的离谱 这个是比较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点 她这个一技能在加完天赋以后 她的减速持续时间有4.5秒 她这个技能的CD 在你加完了15级天赋减3秒CD以后 她的CD只有5秒钟 而且她的移速减缓有50% 还会减75点攻击速度 所以这个技能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变态的一个减速技能 只不过就是很多时候容易被人忽视掉 这个时候看一下TA被对方打掉第一条命 那么冰女手里的大招CD已经又撞好了 她的大招CD很短啊 冰女这个大招CD只有一分半 90秒一个大 一分半一个 这个时候看一下对方的听客在上面刷技能 哎你们还敢往前走 嘿嘿嘿嘿 好机会好机会我来啦 BKB开起来大招开起来 直接利用A帐把对方两个人都动作瞬间秒杀 瞬间秒杀 大家这回看得出来这个冰女A帐之后啊 在配合魔晶BKB和A帐之后的这个效果 当然有些观众可能不知道她A帐效果 A帐效果是 对方如果停留在这个极寒领域里边的时间 超过1.75秒 好那么就会对所有这个里边的单位去施加一个冰封禁制 这样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说一旦你1.75秒钟之内没有走出来冰女的这个大招 而你本身没有BKB的话 你就再也走不出冰女的这个大招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其离谱的这么一个状态 特别是如果你在25级天赋上面还选择加了1.25秒冰封禁制的这个持续时间的话 那么这个东西就对吧 大家想象一下化美不看 那因为真的不会有什么英雄能够站在冰女的这个大招里面 尤其是一个魔晶的大招里面 能够扛满吃满一个这个冰女的魔晶大 很可怕的这个伤害 而且在天赋上面这个冰女还选择加了50极寒领域的伤害 就这个极寒领域的伤害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每一个冰片砸下来的伤害 现在并不是并不是100多了 加完天赋以后的这个每一个冰片砸下来的伤害是高达300 在这两波打完了以后呢 冰女和自己全队的经济就已经是领先的比较多了 那么在出完A仗之后呢 冰女下一个装备准备去做的就是玲珑心 有玲珑心的话可以再减41的一个CD 看一下这里跳过来 哎 没减到 没减到素 这个稍微有点尴尬 你冰米半个 哎呦 你还敢过来 你再往前走一走 你再往前走一走 我就杀你了 大招开起来 直接动作对方的伤害 赶紧传走 吓得直喊妈妈呀这波 可惜传走了以后也是传到了其他人的脸上 那么这波优鬼又是再次直接被带走 并且冰女在没有人注意到的地方 开着自己的大招又砸死了 对方的天阿莫科大屁股 一波团战又打了5400 打完这波以后 现在冰女的个人经济已经来到了2万2 这个有了跳刀BKBA杖魔精之后的冰女 实在是太吓人了 她在最后以及天赋上面并没有选择加兵 用禁止持续时间而选择加了240的冰霜星星伤害 这样的话她的一个冰霜星星的伤害可以达到500 然后给对方实加一个4.5秒的减速 并且这个技能的CD只有5秒钟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你最后一层天赋加什么 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小Y这边抓住了对方的pinker 过来以后直接留住 然后冰女的大招现在还有30秒 对方还能扛得到这30秒吗 应该是可以的 应该是可以的 这里 这边冰女还走了一大屁股的传宗门想要 看看冰女这边上来 再给对方一个冰封禁制 给上一个能量减速 然后冰封禁制的CD又赚好了 我给你一下吗 没有 没来得及给到对方身上有点可惜 冰封禁制这个技能在减完了CD以后的这个 持续时间CD时间也是非常短 不是不是 抱歉 她是零攻心减 冰女又是直接一个大招开起来 然后走进来再结算一个冰封禁制 大招实际时间还在 nice 最后冰女又是在对方加全水里面放了一个大招 打了12733的输出 就完成了对于这场比赛的收割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 这场比赛是打了21分30秒 冰女的数据是21杀2死14助攻 打了46000多的伤害 46000多 对方的Tinker打了41 冰女打了46 要知道Tinker这个英雄是比较容易去刷伤害的 不停的刷导弹 不停的刷激光就可以了 但是冰女这个英雄这场比赛 是实实在在的用跳刀加BKB走 然后就放的大 打出来的一个伤害 很离谱 好了 那么这样的比赛 希望大家看的过瘾 也看的喜欢 我是三号大师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的话 不要吝啬手中的硬币 来一发 来两个圆圆的硬币 然后在收藏一下频道 就可以养活一家老小 谢谢各位 咱们下期节目见 那么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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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